她的香水味 和手指淡淡烟草味道 集中成为爱的 吃了都要爱 不疼吃别度不痛快 你说 啥呀 你干啥呢 练歌的嘛 准备代表我们公司 去参加铁锡好赏着嘛 什么女事 啥事 你说要是在一个男人的身上 发现了一个女人的物品 咋解 谁呀 哎呀你先别问了个书啊 那要是凭我多年的经验的话 那她一定是接触女人了 那要是一双丝袜呢 那就说明她跟这个女人 不是一把你接触呗 那你这双穿过的丝袜呢 那就妥了 就说明她俩已经蹦出火花来了 啥呀 我让火花蹦着乱 哎呀 哎呀 大姐 你可哪整寸大大火花呢 大姐夫衣服口袋里找着呢 我大姐 哎呀 从我大姐夫衣服口袋里 那他顶多装个小痴花 那刺花也是亦然亦爆啊 哎大姐你该这么想 你说我大姐夫多优秀啊 长得还帅 这玩意的兴许就是 哪个女住户送给我大姐夫的礼物呢 哎呀我的心啊 不是 大姐要不你这么想 就是我大姐夫哪次出古裁 他不都得把自己搭理 这很多卡吗 哎呀我的心哪 不是 哎大姐 你这么想 就在我大姐夫心里 根本就装不进去别人 为啥 你这大体格子不跟这摆着呢 哎呀我的心哪 大姐 要不你这么想 哎呀我不想了 我不相信这是你大姐夫干的事 那你看 二明啊 在没弄清楚之前 哪里不许说 不许说啊 大姐丑你是说这叫傻话呀 这点事我还不明白呀 家丑不可外扬 嗯 你知道咱小区打的呢 就我这嘴醉那啥了 嗯 陈志芳出事了 陈志芳在你面 你做这小区最脆的作为你 怎么进了 你什么小道收进啊 来 怎么进 陈志芳 哎 过来 怎么进了 找 我问你 怎么进了 如果在男人身上 发现了一件女人的物品 你怎么解释 从男人身上发现了女人的东西 那这东西可能是她媳妇的呗 那要是一双丝腕呢 丝腕 那可能是她给她媳妇买的呗 那要是一双穿过的丝腕呢 还是穿过的丝腕 那可能是她给她媳妇买了丝腕以后 怕不合适 自己先试了是吧 钱顺范 说得好 哎 大姐 你这应该按我的道理 去想一想你知道吗 这丝腕人子不一定是我大姐夫的 哎 哎 等会儿 我大姐夫因为啥要穿丝腕啊 什么大姐夫穿丝腕啊 是大姐 在大姐夫的衣服兜里 发现了一双女人穿过的 皱皱巴巴的丝腕 从大姐夫的衣服里 发现了一双女人的丝腕啊 对啊 妈呀 我以为从我衣服里发现的呢 哎呀 哎呀 这可吓死我了 行了 大姐 这个问题我得重新回答 哎呀 大姐 这个问题这不显而易见吗 从男人衣服里 发现了女人的东西 这说明这个男人和这个女人 她已经碰撞出了火花啊 哎呀 我的心呢 发现的是丝腕啊 而且发现的是丝腕 说明这个男人和这个女人 已经熊熊燃烧了 哎呀 我的心呢 而且发现的是一双穿过的丝腕 那说明这个男人和这个女人 已经火山爆发了 哎呀 我的心呢 哎呀 中上所述 说明这个男人和这个女人 已经山崩地裂了 前世伯怎么好不吓唬我呀 前世伯 怎么着 我不相信是你大姐夫 这要是你 我真信 哎呀 去你的吧 大家伙 在我们家啊 什么坏事都是我干的 什么好事都是大姐夫的 这种事你都能怀疑我 哎呀 我告诉你 我给你分析分析 你都不得不信 一般这个男人外边要是有了女人 啊 平胖是这样的 哎哎 回家以后他不爱说话 为什么 他怕说多了露馅 第二 回到家垂头丧气 因为什么 在外边他已经身心俱疲了 第三 回到家里啊 往沙发上一摊 什么话都没有 就一个字 累啊 你不管为什么 你渴不 不喝 你饿不 不吃 我给你按一按啊 可以来吧 你不信 准的 哎 陈世伯 你挺有经验呢 啊 我有什么经验啊 我这个人很正啊 我 告诉你 我电视剧里我看多了 全是这么演的 你上台吧你 给我俩 回来了 回来了 老公啊 大姐夫 你是不是带那什么 咋才回来呢 哎呀 累啊 哎呀 我给你 老公 哎 喝水不 不渴 吃饭不 不饿 我给你按按的 来吧 老公啊 你这一点事啊 如果 别放连续你们看着没 这电视剧里演的还过呢 赵钢子 去哪儿着火了 着什么火了 着什么火了 我问你 啊 如果在一个男人身上 发现了一个女人的物品 你咋解释 哎呀 那俩人肯定有事了 哈 哈 哈 我再跟你 如果要是一双女人的丝腕 你怎么解释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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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两当着说了 是吧 哈 哈 而且是光穿过这丝腕啊 哎 哎 他这是什么意思啊 那个 那你啊 你这样啊 有可能啊 他那个买丝腕的时候 他怕不合适 还自己先套上试试 啊 来来来来来来来 你给我套试试来 不是 这我都解释过了 材丝腕 干什么 你说你干什么呢你 我怎么了 你说你怎么往出事呢你啊 啊 啊 哎 你说你每次出了事 我就得给你担着 我要不担着你扔我吗 哎 哎 不是我跟你说 但是这次这事吧 这玩意难度太大 我尽量给你合理用 哎 什么玩意 你这玩意 你怎么挣得你这玩意 你这个东西 你吃了啊 那个是这样啊 这个丝袜吧 这个丝袜是我的 咋的 还有三年了 哎 看了啊 二迷 二迷 没事 没事 大家 我跟上 没事啊 没事啊 哎哎哎哎 你别哭你别哭 你哭啥呀 跟你有啥关系 人家还没事 二迷挺担惊的 哭个啥 二迷来来来 来来坐下坐下 坐下坐下 不就是个丝袜的事吗 这不很简单吗 对吧 我的 对吧 不是 哎 穿过的 穿过的咋的 不是穿过的丝袜 你大姐夫还不往兜里揣呢 你咋回事啊 咋回事 咋回事呢 这咋回事啊这是 那天小医就咋回事 我问你 咋回事 咋回事吧 那天 小区来了个贼 他脑袋上套了个丝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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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我上去 我一把抓住 你戴丝袜 我就不知道 你这个贼 丝袜一下 丝袜一下 丝袜就穿兜里 这丝袜是你大姐夫的战利品 大姐呀 就这种事 他都能给编的这么合理 你说了吗 大姐夫 瞬间我就跟你合理 我跟你说 大姐夫 你当物业都可惜了 你应该当编剧去 你编的这个事都不得不信呢 哎呦 你太厉害了 大姐 给他摊牌 我建议把他轰出去 不 让他净身出户 哎呦 我真的不 你这做人可太不记得了 我怎么地了 你出了事了 我替你担着 你怎么还不说我呢 我出什么事了我 哎 行 你要这么说的话啊 你这事我不给你担着 来来来 丝袜你自己穿什么 我才不穿呢 你就是说了 我没这个毛病 没这毛病 我没这毛病 你别跟着我 我跟你说 你快点我干嘛呀 丝袜说 说站住 怎么的 给劈着 这丝袜 就是在你这衣服兜里发现的 你的衣服 你衣服吗 我还以为 陈春芬兜里打扫过来 你少来吧你大姐夫 你还真是 我告诉你 别以后什么事 都往我们家陈春芬身上推 我们家小肚豆 现在很正啊 而且你再看看你这衣服 这么大 这么长 他穿上当被盖啊 那能吃他的吗 你还吃 哎呀 老公啊 我求你个事呗 你能不能编一个 我能信的故事给我听啊 哎呀我弟妈呀 大姐呀 啥时候呢还挺故事 我给你买本故事会去呗 我告诉你大姐 对待这种人啊 善良那就是纵容 没错 看见了吗 这个就是一只披着羊皮 不对 披着风衣的狼啊 来 你看这事你一点 哎呀 你是在哪个雨夜 跟哪个女人出去狂奔去了 不是 不是 这是什么呀这是 哎呦 哎呦 你给我眼不记得是不是 我给你出个题 雨夜 风衣 丝袜 狂奔 连起来 做个小品 来 雨夜 丝袜 风衣 狂奔 这小品也太难演了 这个 哎 哎 我想起来了 想起来了 说 钱师傅 上个礼拜 你是不是借我这点衣服穿来的 哎呦 你可胡说吧 你就 我胡说 上个周一 晚上你要出去 你穿这身好西服 正好下雨 你找不着雨衣 我回来了 你说你把它脱了 把它当雨衣穿 你给穿走了 对不对 你想想 是不是这样的 你想想 来 看看 你的 是吗 好像有这么回事 哎 我的心呢 哎 哎 全身份 原来你是这个 披着羊 不对 披着这雨衣的短腿狼 你看看你这身泥点子啊 说 在哪个雨 你跟哪个女的狂奔你了 哎 哎呀 哎 干什么玩啊 跟你大姐夫这也不记得是不是啊 啊 怎么的 来 给我编 啊 雨 风衣 丝袜 狂奔 来 给我编个话剧 这编个话剧也太难了 哎呀 我想起来了 想起来了 说 说 哎呀 你在这抄抄啥呀 我想起来了 的确是一个浴烟 的确我借了大姐夫这件风衣 那天我是去参加我同学的婚礼去了 我带着你去的 是 哦 我也想起来了 带着我去的 没事了 你还有勾勾的别啊 我勾的谁去了我呀 我那天和同学喝酒喝着都断片了 你还替我挡酒来着 不可能 那我怎么不记得呢 哎呀 你俩都不记得 那肯定都是喝断片了呗 啊 好像那天晚上 是二驴子把你给背回来的 行 二姐 你可别替他折了 我都喝断片了 我还能背着他回来 那我能记住咱家那哪是门吗 这有可能 老驴识途嘛 行 那我再问你啊 这个 这个丝袜怎么解释 来 哎你给我一个完美的解释 不是不是不是 你让我再看看 你让我再看看 好好看看这双丝袜 哎呦这是怎么会 怎么会有双丝袜啊你 你是 啊 我知道了 来来来来 几边 干啥 你你你你能不能把鞋脱了 别够了整用不着的 穿着都说明白 头上都说明白 来来来来 你脱了 你干什么呀 来来来来 不是你干啥 来见证奇迹时刻到了 黄金左脚啊 我媳妇的左脚大拇指头 比右脚大拇指头长那么一块啊 哎呀 她的袜子永远都是露个头啊 哎呀 这双袜子是谁的 那我为什么要脱了它 你你那天下雨 你背着我鞋你都脱了 你还你还差一双袜子呀你啊 哎 哎 前世伯 怎么的 你解释的很合理 前 但是家丑不可外扬 你要干啥 你这张碎嘴吗 哎哎哎哎 你干什么玩意 喝点水不啊 不可啊 吃点饭不啊 不饿啊 我给你按摩按摩啊 进屋 我跟你们说 所有的男同胞一定要记住了 在外边再累 回家也不能垂头丧气 一定要精神抖擞 否则容易摊上身 你会不会 吃点水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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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点水不可